许多尾牙会准备影片、节目等炒热气氛,但一个不小心,恐怕揭发另类真相。 艺人Eason在节目上说起出道前的故事,一名男员工因为在尾牙上喝得烂醉,弄错原本要播的影片,把自己跟女主管的一连串闲吃兆公然播出,让全场员工尴尬傻眼。 Eason说自己出道前曾在饭店打工过,当时负责筹办尾牙的大小事物,其中,某次尾牙预定要播放一支感谢服委会辛劳的影片,结果负责影片的男同事却喝挂了,他们只好自己找档案,当下看到一个公司名称为名的资料夹,以为找到了,兴奋的直接播放, 没想到一波出引起全场尴尬,因为内容是男同事与女主管的各种闲事照。 意外揭发男同事与女主管的不伦恋,曝光两人在自家饭店各等级房间偷情,泡鸳鸯欲,亲亲我我的照片,加上女主管有个大家都知道的男友,让全场相当傻眼。 而女主管一看,立刻冲到电脑前要关掉,伊森则直接拔掉电线插头,但早就已经来不及。 尴尬的不止这一桩,艺人何嘉文曾在主持尾压时,看到一名中大奖的男员工原本要说感言,结果喝得醉醺醺,直接把感言变成告白你知道我很喜欢你吗? 告白另一名女员工,还直接坐在女员工大腿上拥抱她,但女员工的老公就坐在一旁,当场揭穿女员工的婚外情,让全场也相当作恶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